你好 歡迎收看正在有時 你有聽人家說過嗎 就是當一段婚姻 有時候婚姻一段時間以後 就會講說那是不是該有個孩子 有個孩子 有時候是老婆會覺得說 要把老公再綁緊一點點 或是老公覺得說 有一個孩子以後 這個家庭的時候會變得更圓滿 有人會是這樣想 那當有了孩子以後 其實從懷孕那一刻開始 才突然發現 這是對夫妻之間 感情最大的考驗 在這個十個月當中 包括人性的煎熬 包括懷孕的過程會被孕吐 包括要不要三更半夜 替老公下去買東西 然後甚或在那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經得起外力的誘惑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小孩出生以後 那又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個狀況 好 那你經歷過這些情形嗎 那當碰到這些情形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樣 才能讓這個家 真的是圓圓滿滿的呢 今天在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一堆年輕的夫妻 來到我們現場 那你對他老婆非常熟悉 因為是藝人 他老婆雖然也在這個圈 但是因為在幕後 所有這一切 重點是在於 當他們結了婚以後 當他們懷孕了以後 那日子真的過得不一樣 小孩出生以後 又是怎麼樣呢 今天在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的就是 張家瑄還有施伯全夫妻 來 歡迎你們兩位 哈囉 大家好 好 針對今天小孩是婚姻殺手 還是感情加溫器的議題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的來賓 除了藝人夫妻黨張家瑄 施伯全 還有資深媒體人狄志偉 情緒治療專家許藍芳 以及律師李怡貞 家瑄 您的父親很有來頭 對不對 對 OK 有人吹你開玩笑就要急刀千金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本來我出道的時候是沒有人知道 但是就是一個不小心 被某個報社的記者 他曾經跑過社會線 所以他就把這件事情 調查出來之後 寫了一篇報導 幫我就寫了這個抬頭 從此之後我就一直被這樣叫 OK 家瑄 請問一下 你父親的像這樣一些背景的身分 對你在成長過程 到底它是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我本身是到我高中畢業之後 將近要20歲 我才知道我爸爸的身分 從20歲以前我是完全不曉得 當時其實只覺得說 為什麼跟爸爸出去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吃飯的時候就一大桌 大家都要穿黑色的衣服這樣 然後 應該是你們進餐廳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站在旁邊吧 之類的 但是呢 等到我上了高中畢業之後 我到北京去 我爸爸的朋友片場工作 那因為那個環境 全部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每個人就會來跟我講 我最常聽到一句話就是 你爸爸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大哥 對兄弟很照顧超有益氣的 我說 大哥 兄弟 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才說 你不知道你爸爸是誰誰誰嗎 你爸爸外號叫三姬你不知道嗎 我說我知道他叫三姬 因為他在我們家排行老三 我就是以為這樣子 對 所以我才想說他叫三姬 他說不是不是 他是誰誰誰 然後就開始解釋給我聽 我一聽到我整個就下巴掉下來 你知道嗎 我想說原來我爸的來頭這麼大 我自己都不曉得 然後我如果早點知道的話 我求學期間就不會被這麼多學姊霸凌 你被霸凌為什麼 我被霸凌 因為學長喜歡我來跟我告白 但第二天我就被學姊叫去 暗像裡面圍著這樣 罵三姿巾 媽媽差點都要推我這樣 然後才知道原來學姊喜歡那個學長 OK 還好她是20歲之後才知道 要是在念書之前 她大概從國中就壞掉了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你跟家瑄兩個人是高中同學 就如果她早知道的話 就那幾個學姊 現在草應該這麼長吧 對 要不然就是學校滅了 你比我還狠 你是學校滅了 你好狠喔 不會 平良心講 家瑄你是獨生女 唯一的女兒 所以你爸爸一定會特別疼 她很疼 但是也管得很嚴 那管得有多遠 尤其交朋友這件事 那不得了 我到20歲以前 晚上10點前一定要回家 這個是就是有門禁這件事 一直到其實到現在都還有 然後以前國中的時候 都會有男生打電話到家裡 我爸只要一接起來 聽到是男生聲音就是 你等一下幹什麼 砰就掛掉 然後高中我記得有一次很好笑 我就跟幾個姊妹 就是偷偷溜出去舞廳 那時候夜店去跳舞 然後我都沒有跟爸爸講 結果回到家2點多 一開門 發現我爸坐在沙發上 臉色非常非常的難看 因為他知道我就是跑出去玩 因為其實當時的那家夜店 已經有小弟通報他了 已經告訴他我在那邊 極哥 我看到你女兒倒了 他也不擔心 因為他在那個地方是有人會照顧 所以但是回來之後 他就要教訓我 我站在門口我不敢動 然後我爸就一句話都沒講 他就手上抓著打火機 先罵我之後就 一丟 直接桌上的那個玻璃杯 被他啪 打爆 我想說好恐怖喔 你有練過舞 舞力高手 就是他那個動作之後 我更怕他 就是我覺得說 爸爸的威嚴就是那樣來 他不用講什麼 但他只要一個眼神 我們就會震驚為主 我以為你那天一回去以後 就你一進去看到的場面 你就嚇到了 為什麼你爸就坐在那 就跟你去跳舞那些人 全部都跪在旁邊 然後你爸就直接 你爸就直接問 是他帶你去的嗎 對 還是他 還是你嗎 這樣好可怕 OK 可是如果是這種狀況之下 那 博雀 有 你吃了雄心豹子膽 沒有 一樣 就是以前念書 去他們家蹭飯吃 因為爸爸以前開餐廳 我們家有開餐廳 所以我們幾個好朋友 經常會下午 就去他們家蹭飯吃 對 那個時候也都不知道 是閉了葉之後 突然有一天看到 就是那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就想 原來我身邊這位好朋友的爸爸 這麼有來頭 但那一段時間 就很少去他家 是因為他也不在 是刻意先閉一下吧 因為要躲 因為我怕我那個草也長得太 對 不過佳萱對你來說 這個成長的過程 剛剛講到的這種 連去跳個舞都會這個樣子 對啊 但我很難講 連去跳個舞都會這個樣子 然後你以前有交過男朋友 對 你還為了他 為愛走天涯 跑到香港去 對 這種事做出來 你現在還完完整整的坐在這 我真的其實當時不知道哪裡 吃了什麼雄心爆紙蛋 這麼做 因為我當時是為了 我在北京工作 然後我交了個男朋友 所以我把工作全部拋下 然後也沒跟任何人交代 我就飛到香港去找他 然後因為我都沒有講 所以全世界的人找不到我 沒有辦法跟我爸交代 所以他們都很緊張 所以我爸知道說 非常震怒 他就揚言是要去香港 把對方的推打斷這樣 然後我就跟我爸道歉 當然他還是最疼我 就哭得都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這樣 OK 不過其實說實話 你說在那過程當中 我覺得 你是鼓起了什麼樣的勇氣 要去追嘉宣 然後你是怎麼樣去 所謂的 讓你的岳父能夠認同 其實畢了岳之後 大家各自走各自的路 然後我在跟他比較密切的聯繫 是因為我拍公眾電視一隻親胎 那這隻片子其實裡面有個角色 那個時候我覺得很適合他 因為他爸爸媽媽 從小就看我們長大 我就想說去家裡看一下爸爸媽媽 跟媽媽打個招呼 然後去到家之後才知道說 媽媽那個時候身體不是很好 我媽媽那時候生病了很多年 或病在床 然後我一個人照顧他很久 對 那我去到他家之後 跟媽媽打完招呼 媽媽就說好久沒有吃紅燒肉 我在想 紅燒肉很簡單 我有一天就 又去他家煮了一個紅燒肉給他 你會做菜 我會做菜 他很厲害 他是大師 他可以半兜這樣 OK 他來我們家連續煮了將近快十天 然後甚至跨越了除夕夜 然後除夕夜那一天他是 一早就買了一堆菜到我家 把所有的東西都塞好 煮好 到了傍晚之後他就說 張伯阿 張媽 我先走了 然後他就舉個弓 他就走 不留下來吃飯 沒有… 因為過年要回家 但是他把我們家的營業飯 都煮好了 讓我們家的人可以過一個好年 從那一刻開始 我爸就每天都問說 他什麼時候要來 柏萱什麼時候要來我們家煮飯 今天有沒有煮飯 就煮了這樣子 但是大概連續快一個月之後 我爸就是對他贊鋪去了 出去外面都跟別人講說 你會現在交給女朋友 男朋友好會煮飯 煮得好好吃 所以你是靠煮菜 然後裸獲了包括一家人的心 你到底有沒有追張家瑄 重點是在 要讓他點頭追他 其實是一件滿難的事情 因為以前就發生過 我就問同學說我要追他 結果同學就跟我講 你們兩個根本就不同世界 他根本就不會同意 可能時間過得比較久了 然後我們也有一些社會歷練 然後要讓他點頭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父母親我也有責任要照顧 我如何先讓他們可以舒服 安心 長輩安心我們在一起交給 我覺得他不是用追 所謂追就是我 我這一路上那麼多男生追我 都是送花 送禮物 甜言蜜語 他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 他只跟我說 他最後只講一句 對 他最後只說一句 他說我想要照顧你跟你的家人 我想要替你分擔 照顧媽媽的責任 其實這句話就完全感動我 因為我沒有聽過一個男生 對我說這種話 所以 達克徐 這件事情是博全最厲害的一個地方 他完全知道他的罩門在什麼地方 那個不是罩門 我覺得我剛在聽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們的感情一定很好 為什麼 因為 佛全他不是一個膚淺的男人 你是因為他 他不是因為膚淺 你是從哪裡看出來的 就是因為他其實 他有看到嘉軒的內在是什麼 還是他有看到岳父 我剛看到的是 他其實喜歡的是嘉軒在外表的強勢 是裡面的那個柔弱 他看到的是那個本質 是別人看不到的 OK 可是一般來講 我平常很講 說是集到千斤的時候 你會想像的是每個男孩子碰到他 尤其知道家裡面爸爸的背景 大概聲音都不敢大聲一下吧 就怕聲音大聲一點 那過兩天就喊不出聲音的那種感覺 有些人一定會適用這樣一些想法 所以其實是不會的對不對 其實不會 因為我覺得就是 你用有條件的前提 去跟對方交往的時候 你自己就會有很多設限了 但是因為他是用心來交往 所以他根本不會去想說 對方的背景是什麼 OK 那你說 博全跟嘉軒兩個人 然後博全 對 他用的手段就是主菜 好不好 那擄獲了一家子的心 等到真的結了婚以後 我很短的想問一下 那個結婚 結婚的這件事情 你們的婚禮 現場跟我們一般人的婚禮 一樣嗎 恐怖 不是 不是 張家軒父親廣邀兄弟參加婚禮 巡視局進來店提出驚人要求 已經爸爸嫁女兒 對 所以他廣邀一些他的好朋友 我突然有一天接到刑事局來 他說 千恭喜你 要頒婚禮 所以我說謝謝 那關你刑事局什麼事 對不對 他就說那貓妹打擾你一下 就是我們可能會派一些 人員過去 重點才問我說 那我們可能會 你們的婚禮 現場跟我們一般人的婚禮 一樣嗎 恐怖 不是 不是 一樣幸福美滿 但是就是那個 會有一些來的來賓 因為畢竟爸爸嫁女兒 對… 所以他廣邀一些他的好朋友 但我突然有一天接到一通電話 就是那個刑事局打來 說詩先生 我們這是台北刑事局 我是刑事局導覽 他說說那個 先恭喜你 要辦婚禮 我說謝謝… 那關你刑事局什麼事 對不對 我也覺得 當然 他就說那貓妹打擾你一下 就是我們可能會派一些 派幾個人員過去 然後可能關心一下 對 就是關心一下你們的這個 我說因為我在拍戲 我說好…歡迎…刮條 重點他還是問我說 那我們可能會放個錄影機什麼 我說我結婚你錄什麼 對啊… 我結婚的錄 錄什麼影 對 可是柏倩 你們本來那個婚禮設計的時候 聽說那個婚固本來也要設計的 我差點怕他被滅了 這有故事原因 因為當時我們在跟婚固 在討論的時候做背板 他就說你們有什麼想法 因為老公他是拍電影的 然後我有提到我爸爸的身分 他就說那電影教父這個 很適合 很適合 我聽了也還滿適合的 就是弄一個有那種電影場景 然後復古Feel這樣 結果後來他設計圖 一送來的時候 我們兩個大傻眼 那個拍照背板 兩邊要拿那個道具槍掛滿 道具槍 你這樣我很難處理 我們可不可以低調一點 因為其實我岳父很低調 我們可以低調 他說好… 結果改了一個比較低調 兩排全部都斧頭 你可不可以… 我們這樣現場不好做人 我們也要考慮到那些叔叔伯伯 阿姨 結果最後都沒有出現這些 沒有… 後來很正常 後來就弄這樣 請問一下那場婚禮 問一個很俗氣的事 佳萱 你收到的禮金最大包是 因為很多叔叔 他們都是從國外回來 所以我們的美金蠻多的 美金日幣 日幣 人民幣 對 人民幣 還蠻多的 最多的一包大概是 五萬美金 對 蠻多的 我花光了不要來找我幾兩千 已經兩年前是 OK 好 可是其實你說實話 對於小兩口來講 你從剛才跟他們聊天 你就會知道 前面有很多是玩笑成分在裡頭 可是說實話 剛剛大家可以去講的是對 就是那個幸福的感覺 就在治理行間會洋溢的出來 但是說實話 因為很多婚姻 要一路白頭偕老 有很多的考驗 你們要結婚幾年 兩年多 兩年多嘛 OK 好 然後寶貝也兩歲左右 OK 那婚姻的過程 真的有很多一些的考驗 包括懷孕的過程 對於婚姻 說實話 你說看過的很多的例子是 當老婆在懷孕的時候 可能是對老公考驗 或是對愛情 對家庭考驗的第一道關卡 它大概就出現 對 像很多人來講的話 有很多社會新聞 也都是出現在 老婆懷孕的時候 對啊 而且這個案子 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這個女網友 她就是PO文 講了她自己的遭遇 她說她老公是個音樂家 那她有個小叔是醫院的院長 其實家境還不錯 比較怪的是說 他們常常去看電影 去約會的時候 就是她弟弟也都會去 那後來她跟她的老公交往期間 他們要恩愛的時候 她老公都會要求她 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比方說要她蒙上眼睛 或者是要她就是 反正就是看不到老公就對了 當她說她懷孕之後 她老公就不理她了 那她老公不理她 反而來理她的人是誰呢 是她的小叔 對 小叔來理她了 我想要吃個什麼 我老公不買給我這樣子 早知道你等著我去買這樣子 就等於是說關心她跟照顧她 都是這個小叔 先她打電話給Uber 然後呢重點是說 包括要產檢啊 包括就是說 可能要去買一些寶寶的用品啊 也是這個小叔帶 那你聽到這裡會不會覺得說 那個小孩絕對是小叔的 對不對 要不然怎麼可能 他要對他那麼好 老公都不理他 因為之前說要幹嘛 都要蒙眼嘛對不對 我看到這裡的時候 對 我覺得太怪了吧 對不對 後來結果不是 這網友繼續講下去 他說就是生的那一剎那 通常老婆都希望說 老公站在旁邊握著你的手 媽的寶貝你不要擔心這樣子 加油這樣 他老公沒有 但是生了小孩出來之後 老公是有來 可是老公旁邊多了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是誰呢 這女人是我的弟妹 就是弟媳婦 也就是小叔的老婆 那他想說奇怪了 老公你為什麼跟小叔的老婆一起來 然後在病床 就是在病房叫我加油的人 是小叔嗎 對啊 是小叔 但是小叔還跟他說 你放心我會好好愛你的 他就昏過去了 結果他老公跟他講 老婆那個生完了 那你自己好好坐月子 我還有事要忙我要走了這樣子 那就帶著這個小叔的老婆走了 那小叔也沒有追出去 就跟他說 嫂子你不用擔心 所以一切我會照顧你這樣子 所以這個圓泡就已經有點錯亂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當他坐完月子回到家 卻讓他發現一件不可 就是很驚訝的事情 他發現他老公跟他的弟媳在滾床單 你知道嗎 所以他整個大崩潰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小叔 早就知道自己的太太 跟自己的哥哥有染 但是因為他跟哥哥的感情很好 然後就覺得說好吧 哥哥如果你真的喜歡我太太 送給你 是這種態度 然後他願意去跟他的老婆離婚 但是你的老婆如果你不愛 我覺得他還挺不錯的 我來照顧他 所以兄弟做了這樣子的交換 你知道嗎 所以讓這個圓泡覺得 你們是什麼樣的兄弟 可是因為這個小叔又很照顧他 所以他覺得說 他就問這個小叔 那請問那個蒙面的人 我蒙面了那個男的不會是你 他說沒有 那個真的不是我 所以他就覺得說 難道女人在懷孕之後 老公就會這樣子變心了嗎 過分喔 太過分了 但是真的因為懷孕 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嗎 蠻多的耶 性關係 性生活 因為我覺得 跟華人的文化有關係 因為我常聽到個案 女生會講說懷孕了 就是不行 不能有 不然什麼會不安全 所以就是限制十個月都 從第一天開始到 生出來都不可以有 那這個是女生的害怕嘛 那男生的害怕是說 不行 我不想看到我寶寶的頭 我就說你怎麼會看到 他說不可以 這樣子他會認得 我想說而且不是只有一個男人這樣講 會碰到 對 他說會碰到寶寶的頭 我說不會啊 你根本碰不到 這個是男生的擔心 所以要嘛就是女生擔心 要嘛就是男生擔心 所以基本上除非兩個人真的是會做 那因為這樣子的擔心 加上有些長輩嘛 也說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人 在台灣 華人社會 只要有女生懷孕 都還是會覺得好像不可以 那到底可以還不可以 可以 是可以的 其實並沒有人說不可以 但是如果真的要建議的話 因為孕期有分三個嘛 一到三 四到六跟七到九 那最安全的是中期 那前三個月如果你的老婆 在這段期間是有幸運的 沒有不行 但是除非你的 譬如說你有前置胎牌 或是你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醫師要求你必須要絕對握床 這種就另當別論了 但是如果你是健康的狀況之下 其實並沒有人說不可以 那當然就是 我一想跟男生說 就是你看不到你小孩的頭 真的有很多男人這樣跟你講 真的 而且重點是 他們都想說看小孩的頭 而且小孩一開始 真的要如果真的要看頭的話 他的頭一開始在上面 是到後面才會轉下去 所以怎麼樣 你看不到頭 就很煩 他們男生就會開個玩笑說 我怕女人生出來 到時候會這樣督說 爸爸 你看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督我 所以其實很多男生自己會 自己會擔心 他們就很開這種無聊玩笑 我覺妳會這樣跟佳萱 開這個玩笑嗎 妳有在心理壓力玩的時候 不會 沒有 我自己都不敢 更何況是他 對啊 我不敢的原因是 我們其實那個時候是40 40出頭歲 40歲也高齡 OK 那妳很清楚 又是第一胎 又是第一胎 當然他身體的狀況很好 醫生也都嚇了一跳說 你們是自然受孕的什麼 我就會擔心就是說 爸爸很期待 媽媽也很期待 他媽媽那個時候還在 也很期待 就是說這個小孩子 所以就沒有這個方面的想法 又加上我之前都不在 我在拍戲 然後他才可怕 他懷孕 孕吐吐到不行 他還從台北開車到台中去找我 我被罵得要 妳暈吐為什麼要開車到台中找他 看到他就不吐了 我想去看他 那我身體非常不舒服 但是我還是想去找他 他們感情滿好 因為他在台東 我就從台北這樣 繞了台灣一大圈 然後到台東我自己一個人開車 然後就放了一堆塑膠袋在旁邊 就邊開邊吐 邊開邊吐這樣 妳不擔心 妳爸知道這些事情以後 施伯璇 妳給我從台東回來 妳不要再拍了 他不擔心 因為爸爸直接打給我 妳怎麼可以讓阿姨哥看清楚 就已經被罵了這樣子 這一定是這樣子的 不過我可以提供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像剛剛就是雖然感情很好 可是還是有一些 沒有辦法做的因素嘛 但是其實不一定要真的有行為 可以互相幫忙 為生子兩年無性生活 張家瑄精心準備卻敗信而歸 到我生完小孩 相信要兩年沒有那個嘛 有一天我就跟他說 不行 我要生第二胎了 我一定要 趕快拚進度 那天我還特別把小孩送到伯伯家 點了芳香蠟燭 準備了一瓶紅酒 然後戲份弄得很完美這樣 然後他回來說 老婆妳休息一下 我去洗澡喔 出來之後我已經看到他 他已經喝掉快點 但是其實不一定要真的有行為 可以互相幫忙 對 用別的方式幫先生獲得滿足 因為很多人我覺得像 尤其真的是華人 對性都會覺得性就是性行為 可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他性是帶有愛的親密感 除了最後那一步驟 以前其實都是親密感 所以剛剛聽他們從前面講話 我就覺得他們是感情很好的人 所以他寧願在那邊吐 所以很多人都說吐了就在家裡休息 可是他 因為他就是想看他愛的人 對 OK 那 宇辰 兩件事 第一個是剛才志偉講的那個 讓人匪夷所思的那一隊 那個之間 他們之間到最後好 那當然就回到 包括有沒有侵害到配偶權的問題 類似這樣子這些 他們要怎麼這樣主張這些 第二個是 妳懷孕的時候 妳跟妳老公感情還好嗎 好 來 我來分享 然後那個 我們兩個女兒差不多大 先回到正題 剛才那個志偉哥分享的那個題 其實你們有在看政有詞 我一直在講 你們就知道可以告什麼 就是 但是現在實務上 我有發現 你要告侵害配偶權 其實還是你要先按兵不動 要收集到該收集的證據 也就是他們有 愉悅一般正常男女的 這種交往的情況 其實不用抓姦在床 只要說他們有互相勾手 親吻 然後互相 就在不對的時間 互相聚在一起的 那都可以當作證據 那請問一下 前幾天有一個媒體上報導說 有一個名醫 然後跟一個女教授之間 就是在火車上面 睡的時候 你可能靠在他身上這樣抱著睡 或是一天 一個可能好一陣子 大概出入他的家裡面 可能過夜過個好幾次 這樣子夠不夠 這樣子夠 但是如果你只有剛才講的 可能只是火車偶爾 他們可能就會說我出公差 然後體力不支 導在 依偎在對方的肩膀上 如果你只有這個 我會建議你還要去收集 更多的輔助證據 你倒在我肩膀上 但我手不小心也抱著你 那就沒什麼話好說 這個就可以用 這樣子的就可以用 因為這就是愉悅一般正常 男女交往的這種關係 用一般人正常的標準 那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說 對方要知道 他是有配偶的狀態 剛才志偉跟那個例子 是弟媳沒什麼好講的 只是說這種案子 徵典通常被告了以後 小三都會說我不知道他結婚 所以我都會建議說 如果你發現你老公外遇 不要打草精舌 還是要努力持續收證 剛才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懷孕的時候 我跟我老公感情還好嗎 其實懷孕的時候 女性就是都會有那種 荷爾蒙的影響之外 其實我在懷孕當中 我每天都想殺了我老公 每天都想殺他 因為你在就是 因為你在懷孕已經很不舒服 那我們又要工作 常常老公的一個不貼心 因為他可能也是粗為人父 所以他常常一句話就說 你怎麼肚子大成這樣 或是說 對 他隨便 或是說你怎麼吃那麼多 小孩有沒有吸收 或是他隨便一個 一個就是只是他可能在 對 他可能在表達對你的關係 但你都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怎麼樣 我這麼辛苦 我背著一個肚子已經夠苦了 而且我外貌就變得那麼難看 然後我每天都一直在吐 吃什麼 想吐什麼 然後你還跟我講這句話 那有時候甚至會說 你這個怎麼不吃 你那個會說 我小孩要吃或是什麼 他都會以站在小孩子的角度 來叫你說 你要好好養你的身體 我就會覺得說那我是怎麼樣 我是一個代孕的機器 所以我是真的就是運期之間 我之前還上節目說 我要推一個就是那個 運期之間殺夫無罪條款 有嗎 真的 你不幫忙就算了 然後也講一些風涼話 如果推這個條款 有很多人會覺得是螳螂 螳螂不就是 照片完以後 母的就把公的吃掉 就你沒辦法好好體貼老婆 就算了 那你不要講一些屁話 就不要在那邊 因為女性在經歷那一段階段 是非常辛苦的 我是因為我自己有經歷過 因為我現在女兒也是 大概兩歲半 所以通常我在接到 就是那種外遇的案件 然後如果只要發現老公 你是在老婆懷孕的時候 甚至是剛生產完的時候 你在跟小三亂搞 我都會覺得莫名的很生氣 因為那一段 對 因為那一段階段 真的很辛苦 那我有一個案例 是我看了最氣的是 老公跟老婆的閨蜜亂搞就算了 老婆生產的那一天 老公還帶閨蜜 不是 要不要說帶來 就跟閨蜜碰巧 一起來看老婆 看了以後老婆就說 我朋友好辛苦 已經那麼晚了 叫老公說你趕快送她回家 結果後來一看到簡訊一對 才發現送送送給她送到MOTEL去 是叫她送到回家 是送到兩個人進MOTEL 而且後來再仔細看他們的簡訊 沒想到人家那個閨蜜還在那邊規定 就說你趕快跟你老婆離婚 在小孩收嚴 還要限定收嚴 收嚴是四個月 四個月之前要趕快跟你老婆離婚 我最慢等到她抓粥 還是要說 而且要說 她也有生過小孩的心 對 我想說你哪位啊 你還要規定 她還照著民俗走 對啊 民俗走 我最慢等你到抓粥 那小孩呢 那監護權 你也不要跟你老婆搶了 因為小孩長得太像你老婆了 讓老婆近身出戶 所以我看到那個訊息 都覺得非常生氣 而且老婆看了都真的 差點得產後憂鬱症 余生你這麼氣 甚或還想要推動像那樣的 運起幾天殺婦條款 所以你跟老公從懷孕開始到那 你們都沒有親密行為 我們是在講 有啊 當然有啊 就中期的時候 我也是正常人 對 氣歸氣 但是中期的時候 剛才Dr.旭有講 中期的時候安全的時候是可以 可是到後期就真的不敢 因為我們都是高齡的 怕子宮收縮 好 那有沒有發生 因為你知道每一次懷孕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裡面 最會最清楚 每次聊到這個 都會問很多藝人朋友就是 有沒有懷孕三星半夜 特別想吃什麼 然後提老公要去 一定要給我買到 尤其偏偏是這個季節不慘的東西 最慘 你就一定要買到 詹萱有沒有特別要求 我還好 我不會 我這樣問你 我有教他買 但是不會要他買不到的 我會跟他說買 買得到的 有一次我的印象最深刻是我想 我大概快12點的時候 我想吃西瓜 然後西瓜不是隨便買得到 他就要去夜市買 剛好那一天又不是假日 所以他去了好幾個夜市 而且他還騎U5 他說好 我出門順便運動一下 他就是租了個U5 他把台北市的所有夜市都找遍了 最後就是在某家夜市 小小的夜市買到了西瓜回來 也差不多兩個小時後了 人家快要休息 我說老闆 你稍等 然後到有西瓜嗎 有有吃好的嗎 沒有 整顆的 整顆抱回來 整顆抱回來 自己殺 但回來 家萱還沒睡 他吃了 對 我已經睡 最慘的就是這種時候 就是買回來沒有要吃的 對 OK 沒有 其實那個只是要藉口好不好 就是要測試一下 老公的真心 誠意 到底是什麼樣 好 我全過關 OK 可是你說生完小孩 家萱剛剛自己有講 因為懷孕的時候有荷爾蒙或什麼 總是會有一點 對 有點動心的時候或什麼 那生完小孩總OK了吧 沒有 你知道我真的 我不誇張我們交往 因為我是跟他交往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我就懷孕了 OK 所以我們真的很激情的時間很短 然後到我生完小孩過了一年多 我們才算正式的開集 因為之後嘛 他也忙 他有時候會跟我說不行 不行啦 那個你是自然產有傷口 都是你開口他說不行 對 前面啦 後來大概一年多 我們大概將近要兩年沒有那個 那我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說 不行 我要生第二胎了 我一定要趕快拚進度 這個藉口很好啊 對 那天我還特別 塞好所有的一切 我把小孩送到婆婆家 然後請婆婆照顧一下 然後回家我還點了芳香蠟燭 我準備了一瓶紅酒 然後氣氛弄得很完美這樣 然後他回來我就說 老公你休息一下 我去洗澡 然後我就趕快想去洗個香香 出來之後 我已經看到他醉倒在那邊 他已經喝掉太平了 他自己就喝了就先醉了 我搞了半天什麼 師傅全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我的工作其實管很多 就是這樣 我自己做事比較嚴謹跟龜毛 所以我通常拍戲 我是第一個到現場 然後拍完不管到多晚 我是最後一個離開 對 所以回到家 其實你的累 我的累是精神跟身體的累 生理 心理都很累 對 生理跟心理都累 因為前面那一段時間 就是花費比較龐大 我剛才就想說 我開始工作 我趕快先要有收入 那你就有壓力 那一天回去之後 他覺得有紅酒 然後隔天我剛好沒有搬 他看到其他的東西 什麼蠟燭 昏暗的燈光 然後香香的空氣 他完全沒有在注意 他就是看到 紅酒 隔天剛好是放假的 所以我就想那可以放鬆一下 他就說 他去洗澡 我說好 我就自己倒紅酒 有醒酒 我還洗好了 喝起來很順 人在累的時候 其實你喝一點點啤酒 就會想睡 所以他洗澡還洗特別久 洗出來我已經在 其實這個時間點也是 因為男生的時間在早上 夫妻管教方式大不同 老公鐵寫手腕 讓張家瑄瞠目結舌 那時候他就跟我講 小嬰兒哭的時候 你不要他哭了就抱 OK 可是真正生出來之後 怎麼可能不抱 他有一天他就說 你今天去休息 你不用管 小孩我來帶就好了 然後我就在客廳看電視看看 我就聽到我女兒在哭 我就正起 剩下起來的時候 他就把小孩 其實這個時間點也是 因為男生的時間在早上 所以是佳謙選出的時間嗎 我選出時間 應該說女生本來就喜歡晚上 有氣氛 可是就荷爾蒙來說 男生真的是早上會比較想 第一個體力好 第二個已經在床上 不用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 準備了 已經在床上 第三個就是 荷爾蒙最高的時候 性慾最強 所以其實早上是最好的時間 可是請問一下 其實剛才佳謙 自己好像也講說 大概快兩年 其實這個一般來講的話 有可能真的是 夫妻關係之間 最大的一個危機點 如果兩年都處於 就是沒有開機的狀態 或什麼這些 如果光看數字的話 的確是 可是看他們的互動 我不覺得會有問題 真的喔 我有一個疑問 請說 可是 我想說什麼 不是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從她開始懷孕到生完小孩的時候 我不曉得是我自己生病還是 就我自然而然會對這件事情是 降到零 等一下 妳先發誓 妳舉手 我發誓 妳在外面沒有吃過任何東西 真的沒有吃過 真的沒有 好 佛洛依的有一個叫做 就是 男人會對生過小孩的女生 會覺得她變得很神聖 對 自然而然就不消 那怎麼樣 打破這個程度 謝謝老師 妳只是希望當局 幫妳找個理由跟藉手 不是 當局 妳這樣以後是不是覺得 她以後每天都會跟她講說 妳太神聖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 沒有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靠打扮 因為她覺得要另外一種女生 才會引起她的慾望 所以就變成是 如果妳只要恢復妳小姐的那種 她一直 她恢復得很快 你知道嗎 是啊 我一直做好我所有的準備 一直等不到 不是 她準備好 她就睡了 對 所以早上 好的 那我知道了 不過剛剛有講到就是在孕期 因為荷爾蒙關係 女生其實會想 那剛剛就講到說 那為什麼 孕期之後荷爾蒙改變 那為什麼不想 因為其實那個蜜乳激素 是會降低性慾的東西 所以其實女生在 所以女生在哺乳的時候 還有生完小孩的時候 是性慾相對最多 所以其實男生可以 對女生多一點體貼 就是女生不是不想要跟你 是她的生理狀態就是這樣子 我是在就是哺乳那一段期間 真的就是你碰她一下 都覺得你很煩 對 就覺得你很煩 然後而且很奇怪 當小孩在哭的時候 小朋友在哭的時候 他更不想 因為她會脹奶脹得很明顯 然後我都本來想說 小朋友在哭的時候 就是要喝奶嘛 那那個媽媽的乳汁會噴出來 會分泌 對會分泌 我老婆本來也不相信這件事情 有一次她洗澡突然大叫 然後就說兒子在哭了 你趕快去抱她一下啦 我說有啊 我在抱了 她說你趕快過來看我一下 我就說幹嘛 她說你看我的乳汁在分泌 就是她聽到小孩的哭聲 她的乳汁在分泌 所以她說 所以老公 我這時候沒有要讓你碰 真的不是我不想 可是我現在是在哺乳期 我的荷爾蒙 她就是很理性的告訴我這件事 於是我就跟柏泉一樣 我就等了兩年 然後我兒子一歲 因為她生出來 她除了在哺乳之外 就是會睡在一起 睡在一起你很難 你幹嘛 我就說小孩懂什麼 她是Baby 她在睡覺了 我太太就說我沒有辦法 我說那我把兒子抱到 他的房間去睡 不行 他如果摔下來怎麼辦 所以就一直到了 他一歲多大一點之後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要特別請假 就是在白天的時候 然後寶寶可能去保母家的時候 或是請什麼岳父岳母帶 才有機會這樣 那一陣子你的小孩 都沒回過家吧 就是每天都 每天都跟約束帶回去 白天白天 不過剛才講到這個 說實話這段期間 男人真的要多體貼一下 另外一半 但是很遺憾的是 你看到很多的案子 都是發生在懷孕的時候 可能老公就是耐不住 或者有誘惑或什麼 就發生這樣一些案 這為什麼宜甄 會特別生氣的一個原因 而且宜甄 如果要是真的有一個官司 真的你要看到你的當事人 是個女性 然後她老公要求離婚 然後那理由是說 就是房事不協調 就是她生了小孩以後 都不理我 都不什麼什麼 如果用這個理由 好多 很多老公都會用這種理由 我常看到 但是這邊還跟大家講 其實法院會認為 有一個高等法院 台南分院 他是一百年加上至第四十八號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性生活的美滿 顧可為這個夫妻之間 添加一點樂趣情趣 但是呢 如果你說 夫妻之間沒有性生活 就是會達到說 這個婚姻沒有辦法 維持的重大事由 那你就是小看了 兩性結合的珍貴之處 講成這樣意思就是說什麼 就算你們沒有性生活 你也不可以用這個理由 來說要離婚 你看怡貞對這個 有多在乎有多氣 他連那個加上至幾號 都被點一聽 就告訴你說 這個他時時要用著 你們誰如果拿這個理由出來講 他就告訴你是這個 可是剛才跟佳萱跟博雀講 婚姻有很多需要考慮 OK 那他是一關一關 然後希望能夠白頭偕老 懷孕的這段期間過了 恭喜 但你知道小孩生出來 有很多時候那個教育的觀念 帶孩子的觀念 你們兩邊對於照顧小孩 或是那個觀念 有沒有因為這樣 也產生某種程度的一些 爭執 甚或有危機 這樣坦白 一開始有 我們其實在懷孕的時候 就有討論過類似像這樣問題 那時候他就跟我講一個重點 他就說小嬰兒哭的時候 你不要他哭了就抱 OK 我當時當然是說好啊 我當然是說好啊 可是真正生出來之後 怎麼可能不抱 那麼可愛 那麼對不對 一個小小的他哭了 他當然要抱起來啊 後來有一天他就很生氣 他就看我還是 就是沒有聽他的話 他就說你今天去休息 你不用管 小孩我來帶就好 我就聽 喔 這麼好 今天這個神隊友要出手了 他就把小孩抱走 進房間 然後我就在客廳看電視看看 我就聽到我女兒在哭 我就正起身上起來的時候 我就聽到我那個房間門 鎖起來 他不讓我進去 他把房間鎖起來 對 他知道我要進去抱小孩 安撫他 他把門鎖起來 他就讓我女兒在裡面 哭了快一個小時 就是他就完全不管 我女兒就在那邊大哭 然後我是在外面 已經聽到我也在哭 我說你開門 拜託我 求求你這樣 沒有 因為哥哥姐都有小孩了 所以你會看 而且朋友也有小孩 你會經常看到那些小孩子 沒有辦法控制 失控 的原因都是因為你從小 就讓他知道哭是一件非常 對 他是可以贏得你們大家 然後注意的這樣子 對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現在這一些 現在的父母親的下場就是 孝子 就變成孝子 一哭就要抱 一哭就要抱 還有那種長得很大囉 四 五歲 五 六歲那種 還坐在那個 嬰兒車上 對 我都會想你們為什麼 怎麼了 我有小孩之後我就告訴他 我們不能這樣 要不然到時候長大了 我們會很累 我就嚴格 我是一個會 就是訂著一個計劃之後 你跟拍片一樣 訂了一個計劃之後 我就會照那個計劃去執行 而且徹底執行 請問一下 你岳父呢 那個就更慘 更誇張 那如果是小孩哭 然後岳父在外面 你會說 你不要進來 你把門卡拉鎖上 我岳父會直接開門進來 然後一開門進來就破功 破功我會有一些情緒上 我說爸 拜託 我已經搞了一個小時了 你不要進來 哭久了 小孩就不哭了 不是 小孩子這樣哭不行 到時候喘不過去 爸 你先出去 就想辦法跟他擄 真的喔 像我女兒一歲多開始學走路 一跌倒我就所有人 包括我爸媽都在不要動 通常小孩子會哭就是大人的反應 我不要動 然後來 沒有事站起來拍一拍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知道 跌倒 只要不會痛 他就自己站起來拍一拍 他現在已經是跌倒 然後我一頭看著我說 哈哈 我沒事 我已經好了 就站起來了 他不會哭 所以怡珍 妳們家也是這樣嗎 我的方式也是像伯犬這樣 所以我女兒現在就算摔到頭 腫起來他都會覺得好美 對 妳還做了嗎 怎麼摔都沒有關係 對 這個沒關係 因為從小我也是 反正沒有死還活著有在喘氣就好了 小孩就是會磕磕碰碰 而且像是小孩如果一哭 我也是都不會抱 反而是我老公 小孩一哭他就要抱 那不然他因為他抱一定沒用 就又丟給我抱這樣 所以我們是 所以你們家是 妳把門鎖上老公在外面哭 小孩在裡面哭 對 我是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小孩 我們父母以父母輕鬆為主 而且小孩 社會很險惡 小孩要好好教 你不要讓他長大以後 去外面作怪 也不要讓他被人家欺負 所以讓他獨立一點 那大家請問一下 其實像這種某種程度 除了懷孕的那一段以外 那小孩的這一段 如果要是重心 其實他們剛剛都有這樣 家軒特別講 對 對 那不管是你爸爸或什麼 我相信在柏全 柏全 你現在最愛的女人是誰 好 過關 OK 可是你知道某種程度 他的重心可能會要去照顧小孩 不管是女性的母愛天性 他就要照顧小孩 男性會不會那個前世的情人 我會疼我女兒或什麼什麼這些 會不會這次婚姻 有的時候會產生另外一個危機 這個的確是 究竟夫妻有了孩子後 會對婚姻造成什麼樣的危機 會不會這次婚姻 有的時候會產生另外一個危機 這個的確是 這個才是 生小孩不是 是你的態度才是 OK 其實這個的確因為重心轉移 兩個人之間的親密感的連結 已經不在之後 那個其實剛剛那個什麼 那個法官講的那一大串話 我滿同意的 就是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性行為的表現 它只是一個結果 又不是一個原因 你們兩個之間連結越來越少 自然而然就不會有性行為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 就是夫妻 我還是想給夫妻一個建議 就是說那個小孩子是你們兩個的結果 他並不是你們兩個人的生命 或是你們兩個的全部 OK 重點會陪在你身邊的 除了你自己之外 還有你旁邊那個人 對 就是最後推輪椅的 到底是誰 OK 我是外傭 對 我就是外老 家裡傻 對不對 OK 今天很高興聽到佳萱跟柏萱 兩個人在聊到婚姻的過程 當然我知道我們一定 我們台灣人講的話 真的祝福兩位 能夠一路白手偕老這些 可是其實聊了這些 婚姻路還非常的長 兩個要不要做比較面對一點 那佳萱 在你眼中跟柏萱到現在 這條路還非常的長 要一路洗手走下去 有沒有什麼心裡面的話 握著她的手 看著她 用第一人稱直接跟她說 我願意 好 那 爸比我們有很多的觀念 確實是不太一樣 而且有時候會造成兩個人的爭執 但是對我來講 一開始會有很多的埋怨 但是我後來心中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做的是 讓我更愛你 然後讓你也更愛我 這樣子我們就會把這些東西給克服掉 所以我現在只要跟你吵架 我都會不講話 我都會散開 我們不要在兩個人情緒高漲的時候 再繼續去吵 尤其在小孩的面前 那希望你也不要 就是把你的製片個性 不要帶回家庭 就是我們生活就是生活 輕鬆就好了 你可以對你的工作 對你的員工嚴格 但是小孩跟老婆 是要拿來疼的 好 OK 其實我會覺得 看著我 你用第一人稱直接跟他講 我的想法是 因為我們沒有所謂的戀愛的這一段 很長的時間來培養關係 我們很快的就成了家庭 有了小孩 我會希望有些事情 有些時候是兩個互相成長的 也許我的想法比較遠 比較快 但是我的想法不會傷害這個家庭 那我所做的一些事情 決定 都是為了這個家庭 為了妳好 OK 施博全先生 你的治理行間沒有一句讓我聽了 覺得是雞皮疙瘩會掉下來的那種 那種 妳是不是不講這種 甜言蜜語的 可是我覺得有 真的啊 他從來不會講任何的甜言蜜語 真的是沒有 你會說你愛他嗎 我會啊 但是我比較多的時間是 我會去做的 對 他是用行動表現 就是我會想跟女生說啊 就是與其用聽的 還不如用心感受 比較重 但妳剛剛看到 家萱跟柏萱兩個人最後那一段 從導播那個鏡頭 從手帶妳就知道 我們自古就講 直子直手 與子偕老 我相信經過今天啊 所有這樣聊 大家更能確定的這件事 祝福兩位 白手偕老 OK 永遠愛你 也謝謝所有來賓 也只要謝謝觀眾給我收看 真正有時 我們下次見 拜拜